烏克蘭北部传来龙龙炮弹轰炸声音 居民用手机记录全程 另一个角度也有人拍下远方建筑物 窜出浓浓黑烟 烏克兰风火遍地 就连南部的赫尔松也疑似有加油站被飞弹击中 当地民众开车经过直击飞弹落下 下一秒土石喷飞直接往车子砸 但或许是加油站没油了 否则爆炸威力恐怕不止如此 这连CNN记者在网赫尔松的采访路上 也见证战火无情 桥上有飞气装甲战车 还有多处两军交火的痕迹 乌克兰士兵说 俄军距离他们不远 大约在三千公尺外而已 周边战油站被炸坏 民众也跑进便利商店找食物 不时能听见炮火和攻击直升机的声音 而镜头再转往乌东地区 对内兹克街头有大块飞弹残骸 旁边的公园没了孩童笑声 只剩一片死急 屋内屋外都是断源残壁 另外还有飞弹直接打进民宅 当时民众在睡梦当中 被巨大声响惊喜 窗户玻璃被震碎 屋顶瓦片也掉落下来 乌克兰军方也公布在卢干斯克的画面 一辆被打坏的俄军坦克 停在路边冒白烟 而民众在战火之下 想办法生存 因为当地严重缺水 大批民众拿着塑胶水桶 在加水站外排起常常队伍 也有人找到井水 客难的打水回家用 但看着家园几乎全毁 没人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TVBS新闻家密如红军委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